莊德秋年我又問的一句話是由美 他說他的由美已經大到他的現場了 但是為什麼? 各位 好像就無緣無故 要緣對這個頭的這個地方的什麼 回去 在頭那個地方 這個會 由頭的那個地方去讓他回去 這應該是 在番賣裡面 有兩種 就是說第一應該 其實說兩種 在處理的時候是差不多一種 第一個就是這個疫病 這番賣 我們如果是飼料育米這種的 飼料米這種的通常 他沒有什麼疫病的一個問題 他都很公平 而且他很耐煩 番賣是一個很耐煩的一個作品 所以一般我們很少去考慮 他的疫病的這種問題 但是如果你有過分 說太淡 還是說我們經營 因為番賣他本來就很壓 對不對 他很壓 他很壓 他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變成了 因為他很壓 所以他的行動性很強 但是你若是對一些病害 他的控制就更加 很容易 很容易是這個 所以為什麽做番賣 一些比較OK的這個環境 他都有辦法去做 這個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就是說 我們現在去採算出來 採算出來的這些番賣 都是他好吃為主 我們比較不在管理 說是什麽樣的一個這個匹 所以通常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 他說他是一個這個匹 以好吃為主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如果是比較濕 因為其實番賣很耐漢 但是如果是比較濕的中間 你就比較重要 有一點要去加上 如果是這個甜玉米這種 我們採算出來的 比較容易産生一些這些的病害 這通常是在這個 並說在藏頭這裡 你如果看到有些粉紅粉紅 我們這樣說的這個 這個在國溫度濕的時候 這個紋果這一類的也有可能 他這樣有一個黑褐色 在橫林裡面有一些困 所以他甚至粉紅粉紅這種的 有一個這個病班 這有可能是這樣 再來就是 尋過一條淡 尋過一條淡的時候 他也是有可能 在藏頭裡出現到這個疫病 這種情形不多 但是還是有 有這種就是隔溫度濕 這樣他比較容易 去把這個砸掉 還是什麼樣 這個都有可能 好 他人這很少 所以你這應該是 這個文古兵 大概是一個文区病 所以這個在我們在營的時候 因為 注意這個水分 就是說 讓他比較大傷色 這還是有很大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讓他在打傷 稍微乾燥一點點 稍微乾燥一點點 稍微打傷色 他就比較容易 讓他打傷 包括疫病 包括文古兵 這種東西都不容易 來發生 你如果 這個不時 都下降 他的病害 就比較容易 來發生 所以這點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 既然 到處 到處 那時候 要把這個文古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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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說 葉竅 下 外面 在水中 就是這個 炒卡丹 所以我們在營 就是說 你淡索 不要太高 水分不要太多 這個 幫我打傷 有時候 這效果就好 了 最主要是這樣 那你如果是這尊 說 我還有什麼 覺得需要 用什麼藥 我覺得藥 當然可以去營 不用說 你把這個 賓客籠 這個 這個 大概 這都可以 通常都可以去營 這種 但是 最主要就是 在管理上 一定要注意 還有打傷 只要打傷 這個問題 就沒有了 就是說 注意要 因為我們如果土太黏 不可以不使 淡又落 你把它堵住 如果堵住 隔溫的時候 這種的 這個問題 就比較容易發生 所以 我建議 建議說 你去用 這個 比如說 代付克力 還是說 像 這個 要打熱 我還是用代付克力 一支油就要塞 一種 一種 稍微用一個 這個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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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就 就 那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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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太白頭膽 在管理上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你的頭可能比較黏 你的頭比較黏 所以要讓你稍微有一點點的打傷 零工在做的時候 可以稍微把他折折一個膏 他不要在張 因為做不到最弱的地方 都在我們叫做中培所 就是他上面是基調的 會比較近 他肯定也不會很弱 剛才他們兩位相接附近 所有的做物的地方都很弱 像我們的暗棍一樣 這些地方都比較脆弱 所以悶困很容易為這些地方攻擊 為什麼這些地方會比較脆弱 因為這些地方是一個快速生長的部位 所以各種的營養分細胞 各方面的活躍性都儘管 所以很容易在這個地方發生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的營養分細胞 大概是這種的經驗 代步克力 這稍微把營養分細胞 有的是說更嚴重 如果沒有打熱 我是覺得不需要 一支營養分細胞 大概就有辦法控制住 最主要 最主要 還要讓他放好一點 打傷 因為這是一個 有很嚴重的 反賣的疫病 一般會去營養分細胞 什麼時候會去營養分細胞 就讓他去營養分細胞 還要營養分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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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紅紅的那種東西 紅的那種 其實是革命打熱 就是說 經濟就去處理 有什麼經濟要處理 其實是要放棄育米 有必要的一個疫病 他成長那時候水會比較多 水會比較多 他在那時候還營養分細胞 更容易產生營養分細胞 所以那時候我們很成長 我們就去控制好營養分細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全世界所有的這些造物裡面 譬如說麵 小麥 大麥小麥燕麥的 怕一種病 這個瘦病和白粉病 大概是這種的 這個東西 這如果在上海 都是毀滅性的一種傷害 還有一個就是 玉米的疫病 但是這個有辦法在社長的時候 我就給他顧好 社長如果顧起來 他大張就比較不得 只要不要去營養分細胞 但是這個有可能也是毀滅性的 一種傷害 在水中裡面是什麼 這個 這個 中六病 問五病 和一個八個五病 三種 麻靈寺 麻靈寺是什麼 萬一病 這是所有的世界 世界世界四大牛市造物裡面 比較害怕 就是說這有時候是一個 很有可能 變成是一個農業 以前的人 有一種公反 叫做農業生物戰爭 就是說 你沒有東西可以交 我就要死了 這是不是這樣 這裡面很厲害 這個鐵國 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就利用這個 炭區病的病菌 他是買的 不是炭區病 動物的炭區病 和食物炭區病 不一樣 這個炭區病的時候 他最主要就是說 讓他在這個歐洲 因為以前那時候在戰爭 要再用 用動物在炭區病 那這個動物 如果炭區病 溫下 他就糊塗了 這黑梯類的東西 就糊塗了 這就糊塗了 你就沒有 沒辦法來把這個溫散 是不是這樣 甚至呢 比如說 像他 你用這個小麥 小麥有這個真菌性的 給他丟杯 你就沒有東西可以吃 這個炭區病最怕就是怕 因為這個疫病是有辦法去大量培養 當然現在是沒有 這目前是 但是 這是說到這個 比較少看 比較少看到這個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的一個炭區 在經濟的時候 都已經把他處理得很好 就是說 在經濟的這個改動 在經濟這個改動的時候 我們都有把它處理過 所以他要看到疫病 只要不要去堵到就要去堵到水 一般是不太容易 那他的抗性很好 所以他要稍微打鬆一下 就不會對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應該是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管理上 要小心 水分 有在那邊 稍微看 用油 當然是可以去解決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這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注意 注意要打鬆 那 在我們這個甜玉米 這個甜玉米 這個 你應該在抵米 這不不用懷疑 而且你這可能是一種 一種黃白相間的 一種的 一種做本 因為這個 他本身就比較對這個疫病 比較沒有這個 控性 一米就比較有控性 這我猜測不知道 對不對 反正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吃的 這些 煩惑 現實的 這些都是他好吃為主 這個病害的 控性 會稍微把它忽略掉 所以就比較有可能 去造成這種的 這個情形 這必須要讓我們 就位好朋友 你會稍微了解一下 這在這裡 幫你做一個 探討 因為很難得看到這個疫病 所以多說了兩句 大家 有時候 你看 待會節目 會比較不無聊一點點